老师我听到你也曾经参加过真稿比赛是不是 那其实是在学生的时候 其实我们KadoKado啊 第二届百万华文小说创作上 对在8月31号就快要做的就是结稿了这样子 那么老师我们要给一些参赛者有什么建议呢 或者是对于创作者有什么建议 创作或参赛我觉得建议不敢当 应该是说我的经验来说吧 就是要多看多想多写 他可能这个过程要很漫长 包括就是累积累积后积勃发 那可能像Hunter Hunter里面那个会长 尼特罗会长吗 每天那个政权 你可能每天要练 那个东西可能就是为什么说我说需要夸花 因为你可能那个打你可能打你要打很久 很寂寞 对那这个东西变成就是说可能我甚至在身心不平衡的时候 例如说我的阅读 对我的阅读是不会停的 是这样子的东西 那我觉得我转移注意力可能我去收集别的东西或是什么 它其实到最后都会融会贯通 包括我为了可能为了放松 我去没有电的地方充电 清康藏高原啦 还是什么地方这样子的那种状况 那些东西其实都会变成累积的素材 那可是这个东西它很漫长 就算是身为作者的现在也不能停 是这样子的那种状况 我看下来